來了! 又是Animal Hero 又來了一張 有沒有那麼多? 唉這遊戲是讀心術的 URB中包 又是你啊 崩潰啦 Duel Link 明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Sero 今次終於跟大家拍影片玩這個Duel Link 有留意我直播朋友都知道 我早前進入了慳玩遊戲王 之前用的卡組包括了白龍和月光 都早已知道將會在9月底更新遊戲王R5這個世界 然後進入一個全新的召喚方法 就叫做鐘擺召喚 老實對於我來說是零認識 所以當然趁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試一試 究竟這個鐘擺召喚是怎樣玩的 其實今次更新就多了一個叫做R5的新世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本人來說就去到游城10代 即是GX那一代就沒有看 游星我有看過一點 所以對這套R5老實就是零認識 我也特地為了今次更新 就上網看遊戲王R5的頭幾集 如果大家未看過這套遊戲王R5 而又想去看一看 其實現在已經很方便了 就不用再上網找版 因為有一個關於動畫的YouTube Channel 就叫做Anti-One Asia 其實只要上網站就可以看到整套遊戲王R5 他們在9月28日已經把頭25集放上網 好像會有兩集是免費公開給大家看的 其他集數會在Anyone Ultra會員專區播放 會費都很便宜,好像20元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回來看 就不需要到處找版 就這樣上一條YouTube Channel就可以找到 其實故事大光也是那些東西的 不過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它的鐘擺召喚是挺威風的 即使它說那張卡有一個黑度 然後左邊放一張,右邊放一張 然後再中擺召喚一堆怪的感覺 進入卡遊戲玩的話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張手錶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不要緊 動畫的東西就留給你們慢慢看 我們就試一試這個鐘擺召喚 在Duel Link裡面究竟是怎樣做 那玩卡遊戲第一步 當然要買卡啦 今次這個更新 暫時做了三個卡池給大家買 新手建議就是買最後的這個 是不是讀Magic Card Art? 隨便吧 這也是一個基本的Gaydead 讓你可以便宜地去儲存一些必需要的怪獸 例如這隻龍月的魔術師 和這隻龍脈的魔術師 我看暫時都有一些人在Duel Link Matter有落到的 這隻二色眼龍就不用說了 是主角的寵物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買三副的Gaydead 就可以玩到基本的鐘擺召喚 500轉加40多元就很便宜啦 而且它剛剛更新之後 也有新的活動 說的是這個Gift Festival 其實你會看到它會不停倒數計時 只要你去打幾場就有新的獎勵給你 裡面會有很多寶石送給你 所以500寶石就不太多 你打幾次就已經儲存到 作為新手入坑也有不錯的時機 先說回鐘擺召喚的卡 你看到這張卡多了一點點 分別就是左邊有一個藍色和右邊有一個紅色的水晶 這就是所謂的黑度 就這樣說不太明白 玩個教學給你看吧 好,現在有幾張不一樣的怪獸卡 看到這張時毒魔術師的黑度是8 就可以叫一個鐘擺黑度 放在一邊 然後再放另一隻 例如這張星毒魔術師的黑度是1 放下去 我現在所謂的黑度是1到8 只要我牆上有這個黑度 可以用鐘擺召喚等級2到7的怪獸 可以在手牌中特殊召喚 或者可以在額外牌座中 找表則表示的怪獸都可以特殊召喚 所以一次過 你見我鐘擺召喚就可以叫3隻獸出來了 大大隻隻 出來了 二色眼鐘擺龍 多有型 最喜歡看一次的動畫 然後河馬放出來 我覺得河馬很搞鬼 如果你有看動畫就看見他好像是嬌嬌地 哈哈 但之後又可以變成厲害 這個不錯 這個就是鐘擺召喚 好,說了這麼多 當然要課回GDAB 來和大家一起打鐘擺召喚 基本上GDAB三盒應該走不掉 其實我上網看到人們會抽這個 因為裡面有一隻叫古怪惡魔 這張好像很多人都會落召喚 所以先抽三張古怪惡魔是不錯的選擇 其實你見我之前用了3000多寶石 就是為了抽這個鐘擺召喚 先用寶石就買了第一包 律師球 好像不中吧 中了一張UR了,中了運元龍了 但我沒有這個需求 不要緊,再買 有買未為輸 再中 中了一張 獨州的第一樂章 不要,沒用 讓我以為真的這麼容易中 第一包就中了URL 然後就可以重置它了 有了 神幼子出來就有了 中了第一張 哎呀,哎呀,總之我不要一次過買了三包 我先重置它了 哎呀,最後兩包好洩啊 最後兩包 中了第一張就要重置了 我放了四塊水 看看四塊水之內可不可以解決它 第一包不行了 射給最後一張就行了 我不要 還奏過機 這張剛才還沒中 還奏的陰機巨像 哦,颱風也不錯 我之前玩KCV的時候 好像也有人玩這一副 然後去秒下我 現在如果有這個 可以試試合不合 哎呀,差一隻UR 哎呀,這隻龍也是一張都沒有 總之一開始買六包 我們 哎呀,算了,一次過不是六包 反正也要保底了 頂第一包就中了,總之一包就算了 我都要中最後一張 再放六包 六包一次,我解決他 一包就好了,又不用付太多了 抽完古怪獲物就可以抽不抽上第36主要卡 我看別人落地圖,其實也要這張天空的紅彩 當然最重要就是這張,異色眼中擺龍 他們是會玩同一條和超亮的 所以這裡的卡池都可以掃掉 不要緊,掃! 我窮,先掃一張 我希望中擺龍,絕望王,燕魔龍,天空的紅彩都中一張 那我就安心了 我先試買三卡包,加一張SR 因為我記得底部會有一張URL 希望在這裡中一張URL就可以便宜一點 確認SR卡 全科的魔砲石,中擺卡 再抽! 有抽未為輸,大家說 拍這些抽的影片是最好的 我什麼都不用說,大家就看我抽什麼就可以了 又是這張 好像有了 哎呀,我記得這張是會下跌的 因為中擺接玩很容易叫兩隻七星上場 兩隻七星就立即可以超亮的 好像又抽得不錯 還要把SR確認是沒有用的 EROME HERO 現在不玩了 但到時候人們組裝會不會入到跌 我不是想要這些 SR卡確認 哎呀,我不玩EHERO 但URL好像看不到 SR確認 魔術師好嗎? 第三張啦 你每次SR都給我這張 那跟你不給我,有什麼分別 終於有這個24卡包,再加一張URL卡 哎呀,放上去吧 抽! 哎呀,中了 EM族翻轉 這個教學的時候有出到一次給我們看 只要放在中擺區,他就可以一個回合一次 把場上一隻表側表示的怪獸 直至回合結束,互換怪獸的攻擊力和防守能力 現在很多怪獸都是超低攻超高防 好像挺厲害的 而且中擺黑度是3,又不是太高 所以好像也蠻好用的 其他這些就... 都是保持著按 好了,有了 有東西看了 超重武者 怎麼讀一字? 不懂嗎? 這個好像是R5裡面其中一個角色會用的 不過我也不是想用這張 哎呀,來了 耳眼龍 不要了,都說 來了 又是Anime Hero 又來多一張 有沒有那麼多呀? Ero 這遊戲有讀心術的 ULB中爆 又是你啊 崩潰啦 我真的不相信,我把轉都清掉了 所以他還是這樣 十包實包麥 求他給我一個螢幕 不過分要求 來啦 是這張啦 應該是那張... 魔法卡那張 暴風雪 唉,我已經中了所有不要的URL了 你又想做什麼? 唉,終於都有了,天空的紅彩 終於抽到了,這張 十包有兩張URL,好,好 但還差三張才中了我要有的東西 幻想黑魔導師還是差一張未中 再抽十包吧,不要理會了 來了,白色這張,即是炎魔龍 好,只差兩張,究竟我們能否成功追到呢? 中了! 黑色的,中了一張URL,絕望王 只差一張URL 不要讀心,好嗎? 中了! 真是黑色的 幻想的魔導師,真的只差一張 大家看看,整張URL 我只差這一張就中了我要有的東西了 我還不可以還給我 不要理會了,炭! 多了! 出來吧,好嗎? 突個主角的頭出來,好嗎? 麻煩你,求你 幫幫忙 只剩下不太多包 不要要我清卡池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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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了 你不要走出來,不要出效果 啊,沒有啊 我放棄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我們直播的時候再抽吧 抽完跟大家試玩一下 我已經不敢打那些牌位,用來打電腦就算了 我方先攻 和你和坦 厲害 厲害了,看著 很厲害 怎樣中擺召喚再加超量一起用呢? 大家看一看吧 首先 我用龍蜜的魔術師在牆上擺放中擺黑度 黑度1 然後再擺放時毒的魔術師 中擺黑度 黑度8 再在手牌上進行中擺召喚 召喚兩隻龍蠅的魔術師 以攻擊狀態表示 幾拉影 不錯不錯 當牆上有兩隻七星的怪獸的時候 我方特殊卡組進行特殊召喚 以超量形式 召喚 幻想的黑魔導師 這麼慢了我沒意思嗎? 好像不太適合 出來啦 幻想的黑魔導師 嘩,多有氣氛 幻想的黑魔導師的效果 在每一個回合 可以移除這張卡上面一個超量素材發動 在手牌或卡組 得樹只會一隻魔術師通常怪獸 我移除這個龍蠅的魔術師 然後排右得樹只會一隻龍蠅的魔術師 進行防守表示 Tang Endo 這些不就有那個氣氛 是不是很厲害 他在做什麼 哦,防守表示 他這樣就完了 我再發動多一次這個幻想的魔術師的效果 在牌座中特殊召喚多一隻 出來了,龍蠅的魔術師 然後再將這個龍蠅的魔術師 轉換成攻擊陣形 去啦 龍蠅的魔術師 攻擊對方的怪獸 這個時候發動幻想的魔術師的效果 我將對方的牆上的 後備卡 進行除外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然後打到他的心口 嘩,對方只剩六百血 Tang Endo 我用這個攻擊出來做什麼 哦,想殺我的士毒魔術師 沒問題 不用了 已經不用再叫怪了 這個就是鐘擺厲害的地方 鐘擺死後會進入這個額外卡組 這個時候 我可以再發動鐘擺召喚 出來了,龍蠅的魔術師 進行攻擊表示 然後發動這個在鐘擺區的龍蠅的魔術師效果 只要我另一個鐘擺區是存在魔法師的場合 就可以寫出一張手牌 然後將對方牆上的一隻表紙表示怪獸破壞他 在這個時候 我犧牲我的古怪惡魔 然後我要破壞對方的一千七的 Z金屬坦克 最後 全部打到他胸口 去吧 幻想的黑魔導士 Attend 這樣就贏了 多麼簡單 我知道 你們一定是說我欺負電腦的 那沒辦法 現在因為我拍片的時候很早 所以Dealing Matter上沒有dead給我抄 不要緊 讓Dealing Matter出了更多不同deadlist後 幫忙再跟大家直播的時候 試一下鐘擺召喚 究竟可以玩得更厲害 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趁這個機會 入坑和我們一起玩 他的鐘擺在甲超量和同調 其實都挺過癮 但真的需要時間去網索 如果你想看更多我拍遊戲王Dealing的資訊 記得留言告訴我 到時我們一起去Battle一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Like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Peace